众所周知,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,这种帮助,在很多时候很多问题上表现为直接做决定,下命令。 一方面,共产国际在促进中国共产党成长和进步方面做出了特有贡献,另一方面,又对大革命的失败,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轿跳主义和冒险主义,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 毛主席比较早地开始了独立自主的革命实践,产生了独立自主的意识。 面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,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人化的错误倾向,他在《反对本本主义》一文中,泄密地提出,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,但是必须通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。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,要和中国同志们了解中国情况。 毛主席讲过,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,以此为开端,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性,日趋彰显和坚定。 在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与各种政治力量,尤其是国共两党的复杂关系中,在处理与共战国际、苏联共产党的关系中,在处理与美、英、苏等大国的关系中, 以毛主席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,积累了丰富的独立自主经验。 新中国成立后,奉行独立自主基础上的一边倒外交方针,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, 以壮大国际共产主义力量,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的同时, 在接受苏联援助,尤其是新技术援助的同时, 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,独立自主地处理内政外交事务, 中国共产党不曾有丝毫含糊动摇。 毛主席的话,质地有声,他说,要讲政治条件,连半个指头都不行。